可能是觉得Switch自带的屏幕太小了 Up Switch的人为玩家打造了一款名为Orian的11.6英寸便携式屏幕 虽然它与Switch完美兼容 但它可不仅仅是一款单纯的Switch配件那么简单 它还可以接收来自其他设备的HDMI型号 这些我们放到后面再说 我们还是先来说说Orian是如何搭配Switch使用的吧 Orian这款设备的宣发都围绕着其与Switch的兼容性而展开 在使用时我们要先把Joy-Con从主机上拆下来 然后打开Orian背部的盖子 把Switch主机插进去 接着再把Joy-Con滑入到Orian两边的握把上 就可以把Switch当成一台超大掌机来使用了 又或者我们直接可以把背后的支架打开 把它当成一块可以放在桌面上使用的便携式显示屏 说句老实话 这种用法也未免太怪了点 Orian需要外接电源使用 这意味着光用Switch自带的电池是无法驱动起这块屏幕的 不过Orian的设计得以让我们用一条USB-C电源线 来同时支撑起Switch主机和显示屏两件设备 不过各位要是想带这件设备外出游玩的话 那可能还要多加一块充电宝才行 有一说一 除了习武之人 平常应该都不会有人这么干 如果你确实有这样的要求 Orian的背面自带了一对尼龙扣 可以帮助你固定住充电宝 我用的是Anker的PowerCore Plus充电宝 重量为458克 加上Switch和Orian 整套设备总重量约为1.5千克 作为对比 苹果MacBook Air的重量为1.2千克 这比我一套设备轻了约300克 就显示效果来说 这块屏幕的弱点就在于色彩的还原度上 虽然设备自带了调整选项 但从实际显示效果来说 Orian完全不像一块售价2100多元人民币的屏幕 该有的样子 不过这块屏幕的可视角度很大 同时还自带了一对扬声器 只是效果比较一般 如果你不喜欢外放的话 Orian也自带有3.5mm的耳机接口 而Switch本身也支持连接蓝牙音频设备 说到这里 兼容性可以说是Orian的一个亮点了 我平常都将自带键盘的树莓派400 搭配上Orian和充电宝 当做一台便携式电脑来使用 Orian给人的感觉是一款多余的设备 屏幕显示效果差 扬声器效果一般 虽然握持手感非常舒服 但是在满配状况下实在是太重了 其唯一的亮点可能就在于 它可以与任何HDMI设备搭配使用 如果各位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与游戏机 电脑等多款设备搭配使用的便携式显示屏 那可以考虑一下Orian 如果你是想单纯找一款搭配Switch使用的外接显示屏 那还是多看看 对比一下同类产品吧